吸血鬼三大长老之间有个约定 当一人执政时 另外两个必须休眠 这样才能保持权力的平衡 目前执政的是唯一的女长老 现在这个平衡正在被瑟琳达打破 她咬开血管 把血倒在干湿的嘴里 下一秒干湿站了起来 所以瑟琳达又给她输了大量的血 她的皮肤开始恢复弹性 长出头发 最后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老头 她就是瑟琳达最信任的人 吸血鬼长老之一的Viktor Viktor在她的血液中 已经读取到了唤醒她的目的 但打破这个平衡的代价 瑟琳达还是得承受 瑟琳达面对Viktor的逼问 没有任何破绽 并且反咬瑟琳达一口 瑟琳达只能求养父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证明瑟琳达的叛变 养父答应了 但现在执政的女长老就快到了 必须在她来之前找到证据 否则谁也保护不了她 瑟琳达和卢西安已经串通好了 瑟琳达出了城堡就被狼人盯上了 今晚就是月圆之夜呀 中国狼人病毒的迈克就要觉醒 瑟琳达找到她时 狼人大军也紧随其后 她一人垫后让迈克跳窗逃跑 迈克纵身愉悦 竟然毫发无伤地落地 瑟琳达搞定了狼人 却发现迈克已经被一辆警车带走 不过没关系 狼人科学家被她活捉了 在满月的影响下 迈克开始觉醒 可两个警察竟然丝毫不慌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药剂 一针扎了下去 此时的女长老的火车已经到达车站 克莱安派人前去接应 除了他们 还有早就埋伏好的狼人 雍容华贵的女长老正要下车 远处传来狼嚎 一群变身的狼人跳到车顶 然后冲进火车 将吸血鬼屠戮殆尽 女长老不仅被咬死 还被吸干了血液 Celina将狼人科学家 带到了威克特的面前 人受不了剧痛的她 说出了卢西安和克莱安的计划 一千多年前 瘟疫在欧洲肆虐 一个叫科威努基的军阀染上了瘟疫 她不但没死 她还获得了不死之身 之后她有了三个孩子 一个被蝙蝠咬了 一个被狼咬了 还有一个像普通人类一样 走在游生到死的路上 麦克正是维克努基的人类后代 她的血液可以中和 蝙蝠和狼的病毒 所以卢西安只要将麦克的血液 和女长老的血液 注射进自己体内 就可以成为无坚不摧的 半狼半鬼